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我们要去找一位叫火炭师傅 因为呢 他喜欢用火炭来煮东西 啊 这个年代还有人用火炭煮东西 他是谁 他家在哪里 诶 不要问这么多 去看看就知道啦 哈啰 Sam 我们来了 依林 邦莎 你好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Sam 黄培健 我目前呢 还是做这个鞋子的批发生意的 那由于我做这个生意呢 已经做了二十多年 已经上了轨道啦 所以有很多这个空余的时间 待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 那我的朋友啊 家人啊 都说我煮的这个广东菜 都很有以前那个阿嬷年代的那个味道 他们就建议 要不然你就做做私房菜咯 那我家里又比较大 也有点地方 就想 诶 这个是个好建议 所以在两年多前呢 就开始做 一做就做到现在了 那个是你朋友吗 这个是今晚要吃的鸭子 要烤的鸭子 现在在做热光鱼 为什么要做热光鱼 它已经淹了两天 做这个热光鱼呢 是让它更加入味 然后我的这个鸭子的皮呢 是没有伤那个麦芽糖啊醋的那些东西的 所以晒太阳就让它等一下烤的时候 可以自然的变脆 蒸发水分啦 蒸发水分 哦 OK OK 你看这个 你还要晒多久 晒到大概今天四五点 四五点 刚好客人来 对对对对 那反正鸭子做日光鱼 我们不用日光鱼啊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你家 好 来 欢迎 谢谢 欢迎 来来来 哇 哇 你家客厅很大很宽敞耶 而且古色古香的耶 对我跟我太太都喜欢这些比较古旧的东西 那个怀旧的味道 这个床啊它的雕工很精细 然后呢化工又好寓意又吉祥 有仙鹤耶 这个是贵妃床耶 不是鸦片床吗 你看我这身打扮 是不是很适合在这边抽鸦片 你的打扮一下 然后你伺候我 我不是啊 我是贵妃 你青龙与子吧贵妃 我就发现他们家很喜欢那些古董的东西耶 对哦 应该收集了很久的吧 都是经过时间上慢慢的去累积啦 我太太也很喜欢 所以我们两个人没有在这方面呢有什么争执 就越旧的东西它就越OK 很好 这样子不管你多老他都爱你 而且越老越爱你 Sam 请问你家中 哪一间宝物的历史是最悠久的 那就这个枇杷 这个枇杷有百多年吧 清朝的枇杷 清朝的枇杷 这个枇杷 跟现在所用的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现代的枇杷比较胖 比较胖 对对 这比较sling 然后你看它前头都有很多花 漂亮 还有巴仙 过海啊 哪里有巴仙 这里巴仙 哇好精致喔 所以你本身是会弹琵琶吗 不会不会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 你太太会弹吗 我太太会弹八种乐器 哇 才女耶 才女 琵琶会吗 琵琶不会 你看 天呼万唤使出来 油爆琵琶半生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我被白巨翼上身了 琵琶行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这样 来这个 回给你 哎呦 来赶快放回去 谢谢 哎呦 看摆在正中间最高位 有没有看到 应该就是宝物 那除了这边之外 我看它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古动 很深啊 你的家 哇 哇 哇 刚才外面是那些大型的古董家具 这边都是小型的哦 我看你收集很多碗盘啊 都是瓷器 上至唐代 下到清代末年 这边最难得到的一件宝物 最珍贵的是什么 就是这件官瑶 哇 大清到光年耶 官瑶就是以前皇帝所用的那些瓷器 而且它是文房用品 蛤 文房不是只有四宝吗 因为这个是笔洗 洗笔用的 在瓷器里面呢 以文房的用品最高档 啊 这个是我从十多岁就收藏的那个宴台 宴台 这个端宴的老坑 宴呢 以端宴为首 然后端宴里面呢 又以老坑为首 就是老坑呢 就已经从唐代 那个武则天的时候已经开始挖的 到现代呢 刚刚挖完没有了 封了 啊 那照你这么说 你这些厌食比钻石还 还宝贝耶 对啊 还宝你知道吗 也没有钻石那么贵 但是它很稀有 而且我眼表瞄到 嗯 请问这三个大字 哦 是您的名字吗 对对对 黄师傅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书法是你 我写的 你写的吗 请问这个书叫什么书 小传 是必须站着 纸就铺在桌子上 你就提着笔 就这样一次日写完 你写得很工整 因为每一行每一个字牌 都很整齐耶 都很整齐耶 你没有纳尺吗 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书法的艺术是要锻炼出来的 还在那边塞着 我好想看它厨房哦 对啊 请问厨房 是不是也有什么古董哈 哦 都有都有 还有 有都有都有 天哪 哇 诶 这个是厨房 还是那种用餐区啊 本来是厨房来的 现在呢 我把它做成Dry Kitchen 也就是这个Dining Room 在这里吃饭 所以说今晚的客人 会在这里用餐 对 几位 今晚呢 就有八位客人 刚好一边做四位 那他们是什么来头 他一家人 是庆祝他妈妈的生日 今天的菜单有七道菜 七道菜 太好了 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好 你的厨房在哪里煮东西的 在后面 还有后面 我们家是多大啊 这个真的是 哇 你这个厨房也太港风 太原始了吧 真的耶 而且到处都是炭炭炭 炭炭炭 所以就火炭师傅啊 对啊 你很喜欢用炭来煮东西哦 因为炭它的那个火力比较够 而且煮出来的汤啊 它的那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是是是 对 那也要有这样的环境才可以有这些炭啊 对啊 它就跟大自然为伍耶 这些都是你种的吗 对对对 这个地方就是那么的感冒 我就喜欢这样的感觉咯 所以你种了些什么啊 现在这里有木瓜 有那个红毛榴莲 还有那个什么 四角豆 哦 还有一些香料咯 我常常用到的帆兰叶啊 那些 Bazel啊都在那边 所以等一下 有哪一样是要入菜的吗 哇 现在我们就要准备这个汤了 OK 所以今天煮的是 霸王花鸡汤 这个 这个 这个叫霸王花 不是那个电影 香港电影霸王花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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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别鸡吗 霸王花 真的有这种花 真的有这种花 它这个呢是 广东省赵庆的特产来的 哇人家的特产耶 对 有什么好处啊 对功效是什么 它这个是清热润飞的 首先把这个鸡 鸡你选用老母鸡吗还是 不是 这只是一只黄油鸡来的 黄油鸡啊 黄油鸡 这个鸡养了三个多月的 哦 所以它的肉质特别鲜甜 把那个皮去掉 去皮黄油鸡 还有这个淮山 这个北齐 请问这个是那个阿嬷爱吃的吗 这个就是我祖母留下来的那个食谱 对对对 这大部分都润肺的 湿润的 新加坡热嘛 是是是 又湿又润 还有这个白莓豆 白莓豆啊 OK 要学一下这个食谱 好 我们全部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好 还有 几颗这个 霸王花 霸王花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加水了 所以盖满食材吗 要盖满 OK 就放在这个炭炉上 哇 这锅炭一定很好喝 对啊 火炭 要七个小时 要换 起码五轮的炭 真的啊 要盖住 好了 然后现在还要做什么 糖水 来 嗯 现在要煮糖水 糖水了 好 今天要煮的是什么 气压锅加火炭 嗯 今天煮的是这个 哎呦 红豆 红豆糖水 但是大的 大的红豆 对啊 为什么你选择这个啊 这个煮出来很绵 但是它这个呢 就要煮比较长的时间 七七四十五天嘛 要煮多久 真的 通常如果是按了 这个普通的那个锅呢 也要起码都五六个小时 现在用这个气压锅呢 比较多 应该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哦 ok ok 节省时间 要多少啊 八人份 差不多够了 差不多够了 然后还有这个陈皮 哇 为什么陈皮装了一个 这么特别的容器 什么是老陈皮 老陈皮就老容器咯 这个应该是三至五年内 嗯 三至五年的陈皮 哇 它味道好干 干香耶 半喜片 三片可以了 那加水 嗯 闻起来很香 尝起来味道 干苦干苦 嗯 真的要煮过 取它的香气 好 搞定 搞定 嗯 所以现在搞定两道了嘛 搞定了 其实它的料理不难啊 真的耶 放下去这样子熬就好了 可能只有需要生火 这个部分才有难了 对不对 你这个打扮拿这个扇子 有没有很合 很合很合 山峰点火耶 你就在那边 现在 你要熬多一碗汤啊 对 我现在是煮另外一道菜了 椒衣和香鸡 香蕉的衣服 发叶 哦 然后荷叶的香味 椒衣和香鸡 又是黄油鸡 对 不会到处都有的卖的吗 这个有一些巴萨会有啊 少数的 少数的 然后这个 少数的 少数酒 少数酒 一汤匙 这个麻油 嗯 也是一汤匙 一汤匙 然后最重要的 哎呦 泰国鱼乳 就是这个泰国鱼乳 然后呢 这个呢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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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你的食物 需要的时间都非常之久 非常之久 对 因为只有腌才会入味的 煮哦 是很难把它煮到入味的 哦 真的啊 如果你煮 你煮太久 那个肉就老了 嗯 就没用 我们做广东菜嘛 嗯 就是要做到那个 三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就是清 然后第二是甜 然后第三是要鲜 鲜 鲜 甜 鲜 清就是有一点像清淡的意思 也有一点说是清除的意思 比如说你吃鸡 你必须要吃到鸡的味道 原汁原味 所以广东菜里面很少说 你添那个辣啦 或者是很 味道很浓的 那种很重口味的 就把它原来的味道呢 把它盖掉 就不要了 甜的意思是说 本身它的食材必须要甜 所以在选料的时候呢 这个就很重要 你必须要选好的 嗯 它才会有自然的甜 是 然后鲜度就是一个比较 虚的那个概念 比如说这个鸡 本来有它的味道 好吃 但是你必须把鸡的那个味道 提升出来 就变成它的鲜味了 哇 所以这个广东菜的精髓在那边 就在那边 而且你的那个配料 如果能用的越少 你这三个原则 它就会显现出来 Less is more Less is more 哇 请问这个概念是谁 谁传授给你的 是你阿嬷吗 不不不不 这个是我们做广东菜的人 必须 在脑子里面一定要记得 按摩有什么技巧吗 还是就是只要出力按 出力按 最好把它 这是太是按摩耶 太是按摩耶 对啊 太是按摩耶 把它的骨骼 弄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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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这样让它腌吧 腌多久 四个小时左右 哇塞 下一道菜 这个拿去那边 给它休息一下 做完太是要去 去桑拿 好难 搞定 这么大 这好肥美人虾哦 不是开玩笑的 大只哦 真的很大 请问这个虾有何来头 你跳哪里 没有 买的买的 这是什么虾 这个叫红巧虾 现在要剥壳 但是就头不剥 尾巴不剥 就剥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节剥出来 这很难吧 不难 请问这道菜有什么名堂 这个是老菜脯蒸虾 老菜脯 年轻的菜脯不可以 菜脯不可以 请问你选菜脯有什么秘诀吗 用咸的还是用甜的还是 用那个泰国菜脯 甜的 泰国的菜脯很好吃耶 泰国菜脯 甜的 你做这个home dining的时间 有多久了 做了有两年多了 刚开始不久耶 所以我来搬来这里才 也就两年多嘛 所以平均你这样一个人消费是要多少 一个是八十块钱 你的那个食谱是订的吗 我的食谱呢是由我来订的 就当天巴莎能够买到什么最好的 我就煮什么 你第一组客人是谁啊 我第一组客人是尤金 蛤 作家尤金 作家尤金 对对对 蛤 怎么会请到她啊 她是我岳父的好朋友 哦 哦 从朋友做起 就由她的一篇文章 就爆红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慢慢的做起来了 你还记得当时尤金女士她喜欢哪一道菜吗 对啊 鸭子她最喜欢 这是刚才那个赛民帮忙的 太好了 好啦 下课都把它好 好 然后这个就 可以煮了是吗 还不行 要跟她 剪掉那些 多余的那个 叙叙 剪掉叙叙 来了 来了 欢迎欢迎 欢迎 大家 欢迎大家 今天 来到这里 这住 陶然居 这是我的 Private Kitchen的名字 等下有七个菜啦 有汤 有鸡 鱼 有烤鸭 菜 还有一个甜品 哦 谢谢 没介绍您的宝贝啊 是我的太太 我太太 今晚她会帮忙我招待大家 她应该是新加坡 那个学历最高的一位招待了 因为她是博士了 博士捧菜 还在东西 还在东西 大家请坐 大家请入行 大家请入行 大家稍坐一下 然后我先出去外面 厨房那边准备 今天的晚餐 好好好 稍坐一下啊 我来帮你 谢谢 今天你们平时是有来 Home Dining 这种概念的地方 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请问是谁提议的 我大姐 你大姐 大姐好 你好 怎么会想到要来这种 家庭式的用餐体验 我在Facebook里面看到 这种recommendation 所以就想来一个特别的晚餐 哎呦 我们很adventure的 所以你们的家庭聚会是每个月一次吗 还是 几乎都是 聚会一定是吃 我们的福下就知道 有福气啦 有福气啦 爸爸也是 也是哈 所以 这个是大姐 对 二姐嘞 我 二姐 所以这位是 我的老公 二姐夫 对 这两个应该是您家的公子 宝贝 这位应该就是爸爸 对 这位是爸爸 对 这位呢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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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第三 排名第三 好 大家先品尝一下 这个博士夫人 她泡个茶 来 大家请慢用 好 Sam 我们第一道菜就是那个老火汤 熬了八个小时 好了没 好了 好了 走 就这样上桌 就这样上桌了 就这样 OK 那我拿汤匙 好原始 麻烦你 你有看过这个碗吗 有啊 有啊 还有个荷花 这个是很久以前 你的阿嬷就有这种碗 很老手 自己来吃香 耶 老火汤来咯 大家好 大家好 放哪里 这就是第一道菜 我们广东人呢 通常吃饭先上汤 嗯 这就是一个母鸡霸王花汤 好 这个霸王花呢 是中国赵庆的一个特产 它有那个清热啊 润肺的那个功效 这个汤渣 好吃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霸王花 嗯 鸡肉就不吃了啊 所以 没有吃哦 就很香 就很香 口水一直想要挪出来 对吗 是挪出来 这碗汤八个小时的精华都在里面 是吗 广东人的习惯哦 就是汤到了你面前呢 就立刻喝了 就没有等其他人了 不用等了 不用等了 由于我们以前的家庭很大 有三四十个人喝 所以你如果等了全部一起喝咧 记忆就黏了了 对对 如果你喝得快呢 你还可以赶快跑来排队 看还有没有没有 对对对 而且我们第一道上的这个老火汤 汤就是可以暖胃 然后后面吃的那个菜呢 就会更舒服 很有见地 对不对 大家慢慢的喝汤 对 我们准备下一道菜 好 谢谢 谢谢 这道汤 这个汤应该是很合你们的胃口吧 一滴不胜 很好喝 多好喝形容看 很清甜 它的味道很香 还没有喝你就知道很香了 那个味道先勾引你 哎呦 哦 你说它没有调味料 可是它很甜 很营养 难得喝到这道汤 嗯 妈妈的汤 我跟她撇清关系 我不认识她 是没有这么好喝 不可以讲不好喝 你也是喝妈妈的汤长大的 对不对 对对 哇我们有肠吗 挺不错的 很甘甜 嗯 喝了又要想炸 可是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你没有听大姐讲的 等下有渣 好了 好了吗 那个荷叶鸡 哇 你不会跟我讲也是这样乘上桌吧 对啊 真的哦 就是乘上桌 你的上菜方式真的 就要新鲜的 真的 原汁原味 最原始的方式 来来来 来来 第二道菜 第二道菜 上菜了 哇 每道菜来都很香 对不对 这是 椒衣荷香鸡 就是香蕉的衣服 你看这香蕉叶 就包着它 然后里面也放了荷叶 有那个荷叶的香味 哇塞 金色的鸡跑出来了 你看多漂亮 对啊 谁要鸡腿 我 这整桌 你的辈分是最小 但是你喊最大声 哎呀 不用排阶了吗 请问你刚才有吃豹子胆吗 对 美食是不应该客气的 不应该客气的 客气了就被别人抢光了 对啊 来来来 还真的来 来来来 还有另外一个鸡腿呢 当然是我妈妈啦 你很可以做人了 当然啦 隔壁的年轻人 应该在垂心肝了吧 对啊 刚才那鸡腿本来是你要抢的 是吗 这个问题我孙子了 没有啦 我妈妈你要吃啦 那鸡腿 OK 给老公是OK的 给老公OK是 老婆这么疼你耶 心有没有很爽 有啦 爽就要讲出来嘛 对不对 敢敢说出来啊 这个黄鸣鸡 它起码已经养了有三到四个月了 所以它的重量是在两公斤到两公斤半 鸡必须要养了那么久 有那个时间 它才有它的那个鸡肉的那个鲜味 而且这个它的鸡肿不是那个白色羽毛 这个是那个红色羽毛的 它的品种也比较好 是这个意思 玩不到这样好吃 是好吃 它有点嚼劲 还有一点咸咸这样 还有一点咸咸 Chef Sam 那么你包了那个荷叶 为什么还要包那个香蕉叶呢 对 主要是因为不要让那个热气 直接的接触到鸡本身 是 其实哦 你们看到这个外面这个香蕉叶对吗 是在Sam的厨房后面他自己种的 所以是自己新鲜摘下来的叶子 新鲜摘下来的叶子 好了好了 现彩 现彩 可以包了吗 还不可以 要先过一下热水 让它软 烫一下 小的锅 这么大的叶子 怎么冲凉 慢慢冲咯 这个就好像一个胖子 要去泡在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澡堂里面 我感觉Eddie在里面泡耶 哈啰Eddie 嗨嗨嗨 快出来 这个荷叶也是要泡 因为它是干的 对 你不泡它有一个很苦的味道的 苦味 OK 可以吗 很烧很烧 好 下一位来 现在泡荷叶 荷叶 荷叶 这么湿润啊 这个 它一碰到热水 那个香气立刻释放出来 对 真的 然后呢 把那个刚才那个腌的那个料呢 精华 精华 把它倒进去 包的那么厚的这几层 它其实是把那个热气 不那么直接的进入那个鸡里面 它有一层跟它隔住 所以你的鸡呢就熟得比较慢 所以鸡当它蒸出来之后呢 那个肉就很嫩 这个就是传统的sous vide做法 sous vide 恒温的烹煮 法式的那个sous vide 这个就是我们华人的sous vide 我觉得来你这边用餐 其实尝的是你的手艺 你的功夫耶 功夫 真的是功夫菜啊 这个 来 然后呢把它 捆起来 捆起来了 包粽子 可以从端午节吃到圣诞节 这样子轻轻地绑 不能太大力 太大力 那个香蕉也会破掉 我觉得你这道菜 就算懂得怎么做 买了所有的食材之后 未必也煮得出来 因为你看他用的器皿 你看他住的环境 这个 这个肯定可以 多少人可以这样子 像一样烹煮啊 没问题的 不太难 好 好 开锅了 来双拿双拿 OK 一个小时后见 出来他就脱胎换骨了 哇 好吃 好 好 先问一下大宝啦 你是走健康路线的 为什么吃鸡不吃皮 因为那个皮好像很胖 所以我不要吃 OK啦 我们先聊一下 这个鸡的口感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鸡很冷 那个字也是比那个鸡好吃 也是精华啦 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配了几碗饭 两碗饭 哦 这个是第一道菜 你已经吃了两碗饭 而且各位观众 他的碗是这个碗 他已经吃了两碗饭 哦 是这个 sorry sorry 他的肉很嫩 因为我吃了一片是鸡胸肉来的 然后也是很嫩 请问鸡腿谁吃 鸡腿 这位老兄 一只鸡有几个翅膀 两个 几个盘中有几个翅膀 两个 两个 哇 父子了 真的 他瞧不到 他瞧不到 他瞧不到啊 OK来 既然你尝了两个翅膀 说说看那个味道可以吗 原汁原味 其实这里是我第一次吃那个网友鸡 Chef啊 Sam讲说他没有放调味料 就是这样整次来蒸 可是他的味道 可以吃得出很浓很甜的味道 如果你是用那种普通的鸡腿 你应该不会有这种口感 所以选材很重要 当然 这个是什么 普通的鱼片吗 哦 这是鱿鱼 就小朋友很爱吃的那个鱿鱼 鱿鱼的肚子 哇 还肚子耶 特别的 我发现咯 你每次煮个每一道料理 选的那个食材 你都很注重 对啊 如果你的食材 先选的最好的 那你的烹调方式 就要用最简单的 哦 然后它的时间 煮的时间 拿捏的要好 今天一倒你就要 拿起来 这个味也都不再放了 不再放了 好 走 来 上菜 上菜 哇 这是青草鲁鱼肚子 我把这个肚子买回来 要洗一下 放在冰箱里面 让那个冰箱抽掉它的水分 然后呢就用斜刀把它切片 哦 用斜刀的意思就是把那个鱼肉呢 切成大片一点 宽一点 好看一点 哦 切好了之后呢 就打一个鸡蛋 加一汤匙的鱼露 把那个鱼露跟那个蛋清那边混合了 才跟那个鱼肉一起混起来 就腌它大概一个小时 就看看好了 如果腌太久呢 会太咸 那么腌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拿去炒了 那个火一定要大 炒要快 但是不能够常常去翻搅那个鱼肉 最多只能够翻两次而已 因为鱼的肚子本身就是很软很软的东西 如果你一翻搅的它太多 那就全部就烂了 就不好看 好 炒好了 就直接要上菜了 先先下一道菜好了吗 现在去蒸 现在 对对对 要蒸 马上好马上要上桌的 马上蒸 那刚才有一道菜是那个鸭 鸭咧 这个冒烟那个不就是那个鸭子了吗 你已经进烤炉了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要时间 对对对 这个也要进去了 也要进去了 做熟呢 三温暖 小心烫 所以这下要蒸多久啊 五分钟 好 就等五分钟 五分钟很快 我只能说啊 还好 这个呢是荷叶设计的瓷盘 因为如果它是荷叶的话可能真的也不见了 这么好吃啊 那赶快要分享一下它的口感了 它是鱼的肚子 嗯 然后就没有骨 那个是我最喜欢的 它很柔 很香 要不再来堆盘 可以的话可以啊 哈哈哈 OK好 马上你咧 它的味道很香 还有煎那个鸡蛋 又没有骨 它的香味很香 吃了又想再吃 我们全盘吃到晚了 烤炉的鱼就外面煎煎的 但是里面又很暖又香甜 那又包在那个菜里面 就很像那种韩国的料理这样 哇真的是很好吃 我觉得这三道之内 这个应该是最好吃的 No.1 到现在为止啦 吃得还很开心 很开心 哇这个最重要 请问两位长辈 吃到现阶段啊 感觉怎么样 真的很好啦 嗯 哇你讲话很精简咯 请问你当年怎么求妈妈跟你结婚的 哈哈哈 怎么问怎么问 当年 因为她去看戏啊什么啦 哎哟 怎么就要求 还记得看什么戏吗 谢贤的戏 谢贤的戏啊 她跟谁演的 谢贤跟谁演的 蓝红啦 珍珍啦 哎哟 还记得哦 未来永远记住的 永远记住啊 哎哟 哎哟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呃先把那个虾汁再淋在虾肉上 哦 哇这很古早味耶 好 一点点缀 来来来 来 趁热趁热 又一道菜来咯 这一道菜 老菜脯蒸红角虾 吃一下 好啊 好吃啊 趁热趁烟快点吃 热趁烟快点吃 诶 你只吃一只虾 对啊 是来不及啊 没有啦 留给我小儿子吃 他很喜欢吃虾 哦很喜欢啊 因为我太好了 这道菜 有什么评价吗 非常好 因为我妈妈通常有煮那个 菜脯的鸡蛋 嗯 不过它的菜脯就跟这个的不一样 菜脯通常我们吃之前的 不过它有带一点点甜 哦 这个菜脯是泰国菜脯 你改天拿去煎蛋 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好 那个虾的质感呢 嗯 很肥美 然后有滋 哎呀 然后又很大 又很大哦 对 然后又臭 然后就很容易吃 OK来 妈妈说你很爱吃虾哈 啊对啊 我也是 平时有去跟朋友去钓虾 所以我每次有去吃虾的啦 哇 哎 等一下 钓虾是不是直接掉 然后直接煮 啊对 烧烤 哦那你对新鲜的虾的味道和口感 应该很熟悉耶 对 这个差不多有跟他们那边的新鲜一样 哎呦 新鲜程度 跟抓线煮的差不多 对差不多 很好吃 哎呀呀 哎呀呀 Sam 你考 你考要没有等我呢 不急啦 他等不急啦 儿子要出事了 OK OK 加油 加油 天啊 好汁哦 OK啦 啊你没有在这里切哦 不在里面切的啊 好吧 好好好 来那我们赶快进去里面切烤鸭 好 OK 来 香喷喷的烫火烤鸭 哎 我只能看只能闻不能吃 这是一种精神虐待 你知道吗 出了泥了 好香哦 这烤鸭 对啊 他这个鸭子的那个制作呢 就比较长一点 就是腌了两天 然后腌了之后呢 就还要晒 晒它一天 所以它的那个皮呢 没有上醋啊 跟那个麦芽糖 就让那个太阳 晒到它烤的时候 它就会自然的脆 哎 你看我这个烤鸭 是不用零汁的了 因为它本身都 都很够味了 是 又已经入了味了 就不用再淋汁了 你看我这个鸭 已经烤到它的皮 可以这样提出来 而且下面已经没有油了 哇塞 吃了鸭 然后吃一点这个黄瓜 跟那个番茄 就把它综合掉它的甜味 就刚刚好 你们可以继续 好 那你 好你们慢慢 你要我帮你 慢慢用啊 我接收到小爆消息 您其实对这个北京烤鸭 蛮有研究的 是不是啊 请问Chef Sam的鸭 和北京烤鸭 有什么不同 两个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 好像你吃下去 有那个 汁出来 很嫩啊 那个鸭 然后那个北京鸭 是那个好像 比较干的 人家是配酱吃的 这个不用配酱 哇 这个是靠自己鸭本身的脂肪 鸭脂对吗 对 它的肉齁 外面的皮脆脆 它里面的肉很软 那你咬下去 它还有一个 一味爆酱 哎呦 爆出来 真的很软的 很好吃 来小三 你选择的是鸭脂肪 为什么没有吃 就这个部分 可能就稍微干了一点 其他部分就还好 其他部分就还是很多汁的 还是 OK 对 那它的皮很香脆 那刚才Chef在切的时候 我看到 它就把整个皮翻了出来 那个油在下面 哇塞 很好 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 那个太油的部分 对对 就比较走健康的路线也是 OK啦 下一道菜应该很适合你 炒菜OK吗 可以 很好 可以 现在最后一道主食就是 俘虏炒腺菜 爆香啦 OK 香气出来了 OK 来一下这个腺菜 哇 慢慢地翻开 哇 你是在练铁大掌 这广东人很爱吃俘虏 对 对不对 对身体也好 是啦 现在翻说现在说说有烟发酵过的东西呢 对身体都有点好处 但是不要吃过量了 对对对 因为它咸嘛 而且俘虏也很讲究的哦 哪里的俘虏好吃哪里的俘虏不好吃 香港的俘虏啊 有些香港的俘虏就很好吃了 OK来上菜 上菜 最后一道主食 最后一道菜 是的 这是俘虏炒腺菜 俘虏呢是广东人经常用的一种调味料 因为时常拿来炒线菜啊 炒那个空心菜 这一类的 俘虏呢 你炒之前呢 加点盐 加点糖 把它中和一下 然后再炒 它的味道就更方向 所以在场的各位都认识俘虏吗 都认识俘虏吗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们可以试试看 不用太多些切的 对对 味道怎么样 对 不错是吗 所以正宗的俘虏的味道 原味就是这样 它就是用这个来去炒这个线菜 所以请大家可以开始享用这道菜 OK 好 大姐 这道俘虏炒线菜 给你什么感觉 健康的感觉 青菜就是健康嘛 可是我们觉得那个味道还不够 俘虏的味道再重一点 还要加多一点 对 你平时松心的口味是比较重的吗 对啊 跟我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Chef它的苦心呢 就是希望呢 你尝到这个线菜的原汁原味 它的菜有点脆 只是说它下面的会咸 上面的就会有一点比较淡 所以如果说它的盘是比较均匀的话 这样你每口吃的话 你就会吃到它的汁的味道 你就会觉得它的味道其实挺不错的 因为我很少吃菜的人 所以我感觉到这套菜挺好的啊 我不懂为什么他们的意见 会跟我不一样 你为什么很少吃菜 就不是说很喜欢吃菜吧 然后我吃了这道菜 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很甜 然后吃了那种 Country country的感觉 跟其他的菜根本都不一样 所以我挺喜欢这套菜的 好 今天呢我们主食呢 这个是最后一道了 现在要上手就是甜品 哇塞 你一开锅那个香气 香气就出来了 这个汤汁熬得很浓稠 差不多也熬了 我看比汤还久 滴到那个老火汤还久 都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放下去的 这是最传统的广东甜品 是是是 这也是一个完美的ending 红豆橙皮糖水 OK行了 好 耶 可以单出去了 上菜 上糖水咯 哎 甜品上来咯 怎么大家感觉都有一点点神情呆滞啊 什么发生什么事啊 真的太饱了 太饱了 这个是 红豆橙皮糖水 我用的那个红豆呢 不是那个小小的红豆 是那个叫做 大红豆 对 大红豆呢就 肉多炸少 那里面有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橙皮 橙皮 可以吃 可以吃 第一次尝老橙皮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吃的时候他们会来瞄在我的嘴巴一样 哇 好像那个巧克力一样 他们讲是红豆 可是我没有feel到红豆 而且那个橙 就是橙皮的味道 是吧 其实我通常不喜欢喝红豆汤的 但是这个红豆跟橙皮配搭真的其实蛮独特的咯 所以我其实蛮喜欢的 它红豆的肉很大力 很有肉咯 它的汤汁又很清甜 吃得很好 还想再吃一碗 还要吗 我可以帮你拿 饱 吃得太饱了 先一碗 OK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个最后一个surprise 任务 对 任务 就是 其实今天是那个王妈妈 74岁的生日 所以她的女儿玲玲啊 有跟我们制作单位讲 我们就特别呢 准备了这个蛋糕跟西红 请问 今天 你安排的局 嗯 你满意吗 满意 为什么 没有让我失望 食物很好吃 地方有很古色古香的味道 然后很居家 很好很舒服 还有幸福 还有幸福 菜色方面我觉得 它的口味它的做法都很不同 所以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是 这个是非常好的体验 如果给10分的话 我应该会给8分 好 OK 好了 走 你拿蛋糕 走走走走走 我拿鲜花 鲜花配美女啊 所以我要拿花 蛋糕配野兽 随便啦 快点啦 走走走 好了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8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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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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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愿 先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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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许三个 希望以后再来 全家人吃得很快乐 很幸福 今天能够请到各位来我 台湾居这边吃东西的 我真的很开心 看到大家那么开心 我自然就很开心 今天来的祖孙三代人 他们都很喜欢 古早味的广东菜 他们都觉得我煮的东西很好吃 对我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跟很大的推动 传统的粤菜也是一种传承来的 那我能够在这方面做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广东菜的精髓 是我最开心的的时候 这儿可以做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